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三角形ABC三邊長是456 那麼他要求外接遠的直徑是多少 那我們來求外接遠的半徑 就是說有個公式 就是三角形ABC的面積 4等於多少? 4等於4R 分子ABC 好,那我三角形的面積我可以用海洪公式算出來 S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A加V加C 這個等於多少呢?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AR 這個是VR 這個是C 那加小是15嘛,15除以2 就是2分之15啦 那S減A呢? 這個公海洪公式是S 乘以S減A S減B S減C S是2分之15 那S減A的話是2分之15 減4 減4 3分之7 15分卷8 4分 S減B 等於2分之15 減6 2分之3 15減12 是3 S-C等於二分之十五 減掉五 這是二分之五 那這樣把它全部乘起來 全部乘起來的話 有一個二的四次方開根號 以後就是二的平方 就是四分之一 根號號 十五乘七乘三乘五 這也是十五 所以十五的平方 四分之十五 根號七 這是面積 那R的話就等於多少 R齁 R的話乘過來 就四分之多少 ABC 四五六 那乘以多少 把這個東西除過去 除過來的話乘以多少呢 五分之四 再乘以根號七分之一 這四R分之ABC 等於四分之十五 根號七 那R的話就等於多少 等於呢 ABC除以四 ABC除以四 再除以這個 除以這個 就等於乘以兩套導數 四除以五 根號七分之一 那這樣的話呢 這五就消掉了 阿四也消掉了 所以這個等於 所以這個等於 根號七分多少呢 二十四 阿他現在問直徑喔 直徑的話 所以二R 那就等於 根號七分之四十八 然後我現在呢 然後我現在呢 4RM ABC 我看看喔 喔 這裡的話 要約掉 這四乘六 四六二十四 這跟這約掉 這跟這約掉 六一六 六四二十四 四一四 四一四 所以R的話等於多少 R的話是等於 根號七分之一 有什麼意思啊 欸不對 我剛剛是怎麼算的 我剛剛是這樣 這樣把它算出來的 我看喔 這多少 這個是 五消掉 四消掉 所以是根號七分之多少 有點亂 四RM ABC 所以這個R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這四可以消掉 四消掉 所以R的話等於多少 這四消掉 這個是等於四分之十五 根號七 這四先給它消掉 那R一過來 所以是根號七分多少 再乘以十五 乘以十五分之ABC 四五六 那這 五三十五 三二十六 所以是等於 根號七分之八 那二R的話 二R的話 就等於 根號七分之十六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根號七分之十六